接下來進入到我們第三週的時間 進行完兩週的訓練 你們有感覺有進步嗎? 歡迎收看這禮拜的Wids for 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這禮拜我們將進行第三週的訓練 在這週訓練當中 會稍微把訓練強度再做稍微的提升 讓你在持續的對升體 再進行做刺激還有破壞 OK 那這禮拜的課表就像這樣 我們會稍微的把距離時間 慢慢的稍微有拉長 禮拜二一樣維持不變 30分鐘的1.5區游泳慢跑 但是你在30分鐘的慢跑之後 速度訓練從150公尺變成了200公尺 強度一樣是6.0 但是你的距離燙數是200公尺要跑5燙 這是我們禮拜二的訓練 禮拜三一樣是你的休息日 禮拜四就是你的游泳耐力訓練 那這個週的游泳耐力訓練 我們從前面的40、50 這禮拜已經來到60分鐘 60分鐘的游泳耐力訓練 強度一樣是1.5區 跑完60分鐘之後 請你記得跑3趟的100公尺加速跑 一樣讓身體代謝掉症頓頓的感覺 再來禮拜五就是我們這禮拜的間歇訓練 這禮拜的間歇訓練 比上禮拜也多了200公尺 所以這禮拜的間歇訓練是800公尺 6趟 每一趟的休息時間是1分30秒 強度的配數一樣維持不變 5.0 那在每一趟跑完800公尺當中 你要在原地休息90秒 1分30秒的時間 再開始跑下一趟 這禮拜的課表呢 你應該會感覺到800公尺的第二圈 身體會開始覺得有點喘 腳有點痠 這是正常的 想辦法撐過去 才會進步喔 那再來禮拜六就是你的休息日 好好跟家人放鬆去走一走吧 再來禮拜天呢 就是這禮拜最後一次的游泳耐力訓練 距離一樣是60分鐘的游泳耐力 強度是1.5區 那跑完60分鐘之後 記得要跑100公尺兩趟的加速跑喔 OK 那以上就是這禮拜的課表 希望這禮拜的課表 強度變高當下 你們還可以想辦法把它撐過去 這樣才會繼續進步喔 那在上禮拜呢 跑步姿勢進步了之後呢 這禮拜我們要開始強調一些馬克超的部分 所以待會在馬克超的教學當中 請你們記得要仔細看 馬克超就是所有跑步的分解動作 馬克超進步了之後 對於你的跑步才可以更輕鬆喔 OK 我們馬克超見 好 那我們第一個要教大家 就是馬克超的馬克A的動作 那馬克A的動作是什麼呢 我們在開始準備動作之前 請你先把身體軀幹打直站直 那抬起來之後 身體軀幹大腿小腿腳踝要呈現3個90度 所以1 2 3 3個90度之後 我們要用這樣的動作 然後持續做向前走 墊步抬腿還有到連續跑 那我們做一次給大家看 第一個動作是連續的往前走 所以抬起來成3個90度 換邊 向前 換邊 向前 換邊 那馬克A的第二個動作 就是墊步 剛剛是比較靜態 現在加上半動態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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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來的瞬間還是成3個90度 但是從剛剛的走 變成墊步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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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個階段呢 就是連續的抬腿跑向前 但是抬起來的瞬間還是3個90度 但是我們變成跑動的狀態 是完全的動態動作 連續的向前 3個90度的向前抬腿跑 停的瞬間 都還是呈現3個90度 那我們要教大家的第二個動作 就是馬克B的動作 那馬克B一樣是一個動作 我們分為三個階段 從走路、墊步到動態的跑動 那我們就從動作開始吧 抬起來的時候 第一階段一樣 成3個90度的動作不變 抬起來3個90度 那剛剛馬克A的動作 著地是直接往下放 我們現在改成 往前畫一個半圓 拉回來身體下方 所以跟剛剛動作不一樣 是剛剛是直接 抬起來往下 是馬克A 抬起來 往前畫圓 這是馬克B 所以動作會像這樣 抬起來 畫圓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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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階段 墊步 抬腿走 抬起來畫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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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做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連續跑動的動作 這個動作也是最難的部分 所以大家要仔細看一下 抬起來的時候 一樣形成 畫圓的支持 但是連續的向前畫圓 第三個階段要做的就是馬克C 那剛剛馬克A、馬克B做完了 馬克C的差別在於抬起來不是在腳前方 抬起來是把你的腳留在身體重心正下方 所以抬起來的動作會像這樣 往上抬 你的腳踝前留在屁股中心正下方 那這個動作是馬克C的動作 所以抬起來是夾腿往前 夾腿 夾腿 讓你的重心留在屁股中心正下方 一樣有三個階段 就是走 墊步 加上跑動 所以我們從走開始吧 抬起來 留在屁股中心正下方 往前 夾腿往上 收腿 收腿向前 那墊步的動作做起來會像這樣 夾腿向上 夾腿向上 那這個動作啊 做起來的時候 你要感覺停的瞬間 都要讓你的身體 腳踝留在身體重心正下方 這才是正確的動作 第三階段就是跑動 一樣的動作 那我們做連續的抬腿跑 讓腳留在屁股中心正下方 夾腿向上 都要讓他夾腿在身體重心正下方這個位置